这个上次有个尾巴 这个呼叹行的这个 呼叹行的这个柱 最后是 沾蒙作豪 东 石油一远 宜游 日常志 天才 呼叹行 深知 复书欲 眉间 获惧 这个沾蒙作豪呢 是太随纪念法 是一有年 东 石油一月 石油一月 一游日 日常志一般的理解是夏志 但是在这里呢 理解为夏志 和石油一月是有冲突的 有的同学查了 说是唐代以后呢 就是冬天 冬至的时候 也可以称为日常志 但是这个也有可能就是指的是日的影 太阳的影子最长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让同学们查一下 就是复书欲 眉间获具 复书 复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同学查的 没有的话 以后我们以后再解决 下面是汪盘的 行文书的 新刊字字通简序 就是行文书本 点击说明的时候也贴到这个本子 说古今在机之文 存于事者多一 苟不知所抉择 二欲变观之 则穷年 不能揪其词 摩世 不能统其意 是由入海算沙 成功何年 作者说的是非常简念的 入海算沙 这个词也非常好 我们同学们 在日常学习的时候 这些用的非常好的 甚至用在经典意味的词 可以在一个本子上记一记 说不定哪一天 就放在你的文章里 有人一看 这人有水平 下边是善乎 蒙子子言语 遥顺之志 而不辨之 寄贤物业 这是你的孟子的话 这个在段话的标点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善乎 后面加一个感叹号 同学们从这个结构 看得很清楚 善乎 是一个 表示敬佩的 孟子说的这个话 下边是 大敌是君子只学 其语诗用而已 诗物乎高远 现逆乎异端 放浪与词华 皆不足为之学义 这一段话也说得非常好 对我们有指导意义 吃物乎高远 好高物远 弄一些假大空的题目 这个不能算是做学问 现逆乎异端 有些看法不是那么稳妥 平时 追求 一种非常偏狭的观点 这个也不是做学问的正路 我们经常讲 某一种学书观点 比较平实 比较稳妥 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放浪乎词华 嘴求词刀 没有解决 实质性的问题 皆不足为之学义 一月 君子多使千言往心 依虚其得 说命月 削骨入关 亦是一致 正乃不迷 若词者 可谓失用之学义 这句话的标点 在这个若词者之后 也可以加一个逗号 可谓失用之学义 下面 前修司马文正宫 扁月历代旧时 庞财诸家传记 闪翻去荣 举药提纲 钻成 子之通奸 二百九十四卷 上期战国 下中无忌 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 贤君令主 忠臣 仪士 知事 仁仁 兴邦 知元掠 善俗之良归 匡君之歌言 历朝之大街 寇汗发直 弥补巨言 其欲千言往行 盖兼续而不一意 其欲财良舒适 盖倪意而有准意 使之生也 苟无意于此事则意 如其报复弃业 未干空老名时 将疑愤发而有违也 其欲誓书 可不疏读而深考之乎 这一段写得像星云流水一样 非常紧透 朝廷民详续 至荒芜 探人才至衰少 乃于经师创立新闻书 那个创 那是一个创 创新创的一个议题字 书之令城 并教离寺源 就在新闻所 设下官 有令城 还有一些功劳人员 教离寺源 献及录令 早及良功 严可诸经 严可诸 诸经 子 施 斑本 斑部天下 以自之通简 为前 起端之手 可谓之时事 之缓急 而神 实用 至贤物者 贤物者 下面有点感慨 亦 瞎想小一 非有 掌才秀民 享目与学 而无数可读 明末 以空老者 多亦 世书一出 其为天下 辅责利益 可胜 道呆 其 衣上老人 出秀中一书 而留侯 为万圣师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历史故事 遗伤老人 就是那个黄石公 留侯是指的张良 这个清朝灭掉 汉国以后 张良失去了贵族的地位 就命目反 反秦 开始搞了一些恐怖袭击 找了个大历史 趁着秦世皇出行的时候 想把秦世皇 这个击杀在路上 结果没有打中 后来秦世皇 发布招令 在全国范围内 缉拿张良 张良当时兴计 历史上著名的 纪公子 张良然后人性埋名 到了这个 刘邦的故乡 是吧 这个 有一天 就是碰到一个老头 这个具体的事例呢 我们读这个史记 这个张良传的时候 再讲一下 就是个 遗伤老人黄石宫 是给他书吧 就是太宫兵发 这个木波长 这个木波长以 长离文集楼板 而天下文风 虽变 木波长我查了下 这个人叫木修 修改的修 自波长 经史书一部 不计十年 而国家人才之胜 可拭目而观之矣 这个汉林学士 王盘学 这个序 写的是很有水平 语言非常简厉 语言非常简厉 而且还有 还有相当的这种气魄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 子子聪简修成以后 宋神宗给子子聪简 写的序 说 整为君子多使千言往心 以许其得 故能刚见赌诗 辉光日心 刚见赌诗 辉光日心 我觉得说得也非常好 可以作为一个校训 我们山东大学的校训 现在是气有耗然 血无止境 气有耗然 油无止境 也是显示了一种大气 若干年以前 我们山大的校训 不是这样 我们若干年以前 我刚来山大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校训是 团结 什么 创新 书一月 书经 上书 王仁秋朵文 诗为 见诗 史书春秋 解所以明虎得诗之计 村王道之正 吹 简介 于后世 则也 汉 司马迁 臭 诗诗 金粿 之书 据 卓氏 郭友 郭宇 吞 是 推诗本 战锅策 楚汉春秋 财经之传 网络天下 放诗旧文 考之兴事 诗称上下数千载奸 手继玄缘 指 致欲 临职 左为 计表 世家 书 传 后知书者 不能 译词体 为妻 是非 不谬 欲 圣人 褒贬 出欲 至当 则良师 之才矣 若 鸡姑 盈考 留神 载鸡 盈考 应该指的是宋 英东 晚吉之下 未尝匪卷 长命 隆突戈 智学 是司马光 轮次历代 君臣世纪 就是当时 给他的任务 就是编一编 历代 汪朝的 君臣世纪 编成一部史书 来供 宋朝的通知者 来探考 逼旧密歌 樊越 姬立 师 笔扎 其周围猎王 其有五代 光之志 以为周姬衰 王师伟 礼乐 征伐 自祖后出 平王东迁 其 楚 秦 晋 师大 桓 文 庚 罢 幽托 准王 为此 以赴天下 维列王 自陪臣 命 韩赵 位 为主后 周遂 未灭 王志 敬意 此以古人 殊作 道端 利益 之所有也 其说载 明君 良辰 切摸之道 议论 之精语 德行 之善志 天人 相遇之计 修究 殊 正 之源 为夫 圣衰之本 鬼魔 厉害 之效 良将 之方略 寻礼 之调教 断之以邪正 要之欲 自乎 此令 元后之体 真奸 深切之意 良味 背眼 反十六代 雷称 二倍 九十六卷 这个捐数是 不对的 列于 忽悠之间 而近 古今之 同 博二 得其要 简二 周于是 事宜典兴之总会 策读 至冤 灵 以 下面 寻情有言 欲观 圣人之计 则 欲 其 灿 然 者 一 后 王 事也 若赴汉之 温玄 唐之 太宗 空子 所谓 无奸言 这个意思就是 没有什么可批评的 自于 智世 圣王 有 残达 之爱 则 总理 之教 或 指人 善人 共奸 亲 卫 以歌得 圣仙 之一体 孟可 所谓 无语 五称 曲 二三册 二义 这个非常有名的典故 我查了一下 这是孟可 孟子说的 尽信书 则不如无书 这里书 只是上书 无语 五称 曲 二三册 二义 就是上书里边 有一篇 是五义 他的意思是 完全相信 相信上书 那就不如 没有上书 我对于上书中的 五乘篇的 记载 只相信 七二三处罢了 因为五乘篇 讲的是 五王发咒的 一个景象 说死的人太多 有流血 飘忽之说 这是不读 证信的 就是说 史书记载 是有相当的夸大 我们以后 研读史料的时候 也要用一种 审查的眼光 来研读 不能说 读到的 都全部是 信以为真 在史书的 流传过程之中 也有各种各样的 虚夸的 造假的 一些成分 要学会鉴别 作为对待史料 要学会考证 考证 考证就是 考证就是看 这个史料 是不是反映了 党史的 历史的实际情况 至于黄罪 颠为 可见 牵扯之师 乱贼 监规 绝有 夫爽之见 史云 伤见不远 在霞后之时 故此其 书明月 则之通奸 一注 镇之至 掩尔 下面是 至平四年十一月初 开经验 经验是宋代的 这个奖经 论史的一个特设的 为奖经论史特设的 预前的奖息 宋代的时候 有一个专有的名词 叫经验 奉圣之 读 自治通奸 七年九月 称光 司马光 初进读 免赐 余之序 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文字 领后俗称之 卸入 就是刻板的时候 把这个序放进去 放在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